BGM 放得也能不能拍咯 所以啦,這個是3 in 1 的比賽 5元一張miniature shit 嗨,我是俊賢 也有人叫我Lacen 我是一位GU愛好者 GU這個愛好其實已經慢慢被時代淘汰了 我希望通過我的影片 會讓更多人認識與了解GU這個愛好 歡迎來到我的GU之旅 請看 來來來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沒有 快點啦 你來看 這次的郵票真的是很不一樣 快點拍完了 去剪片了 快點快點快點 我覺得這次的比那個STEMKU還要值得 所以這次是比較美喔 而且比較便宜 比那個STEMKU還要便宜 因為它是照FACEVALUE買的 你能給我一套嗎 你這裡有兩套 快點拿去啦 我這邊有兩套 你拿一套去喔 我現在快點OK 謝謝 謝謝啊 只是這個Mini Geshit好像 有發行過了的 對 這個Mini Geshit的設計 曾經出現在那個狗年的郵票 還有那個金龍魚的 可能還有很多其他的 來快點啊 等下你再慢慢看啦 我先開箱拍完了 你再拿去看 這樣set Next OK Cut Next Cut 換你先 換你先 歡迎回到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俊賢 熟悉的小巷 就證明講 我又在去這郵政局的路上 每次我都一定經過這裡的啦 所以剛才我駕車經過了 我看到Post Office外面 其實是 不是很多人排啦 有四個人在那邊排隊了 所以我過去看 是誰在排隊 然後這邊我這裡買完郵票了 我就要去上班了 所以我能拍多少 我就拍多少 然後下半段的video 我會去studio再繼續拍 今天的郵票就是那個牛年的郵票 終於來了 V 到這裡也就不能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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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可以拍吧 可以拍幾個 我們會看 開始 ении 好 ok 正如你所看到的 刚才我的那片段是在有证据偷拍一点点 那个就是我们做首日风的一个过程 贴上邮票了 盖上盖印 这里呢 我就做了两set的这个首日风 这首日风上面呢 这是miniature sheet的first day cover 这是full set stamp的first day cover 而且他首日风后面还别有用心 他把那个四字钮都印在后面 OK 来 卡卡卡卡卡 等一下 等一下 这边要新的讲法 要用新的讲法 还有新的减法 这边要用新的减法 记录起来 OK 来 continue please 所以他cancellation的日期是3月18号2021年 离新年有一个月了 他们才发行这个邮票 他这个一个stamp sheet 上面有20张 上面有20张邮票 一套呢 这样一排呢 算是一set的 所以完整的full set就是 一整排stamp来的 它是连体票来的 而且四张邮票上面有四字不一样的牛 四字不一样的牛身边呢 又有四颗不一样的树 分别是香蕉树 这个是lambu ganda galantan 油棕树 野树 最后一只lambu bari呢 身边是一个橡胶树 这次牛的design呢 是蛮有水墨化的感觉的 这样子ok吗 会太近还是太远吗 ok啦 可以啦 没问题啦 你的那个要拿歪一点 要拿歪一点 拿歪一点点 一点嘛 我拿到的时候 我不喜欢这个folder上面呢 它有一个乌字在这里 有一个点 我一直以为是乌字还是什么 结果是它的design是这样的 每个folder上面都有这个黑点 so as usual folder是6块钱 油票呢 一张是块3 所以一sheet有20张 这里呢 还包括一张小星张 小星张是5块钱 这一次的design 非常美 有一个3D的牛 and then 油票上面的牛 是敦惊的 而且还embosh 所以这个是3 in 1的design啦 5块钱 一张minature sheet 正如我刚才说到的这个minature sheet的设计呢 呃 曾经出现在 那个金龙鱼的油票 还有那个狗年发行的那个 有一只金泉的那个minature sheet 好 这些牛的种类呢 我就不深入说明了啦 反正 如果你想知道这是什么牛还是什么牛 那就请你去买一套油票 哈哈哈 现在打广告是这样啦 ok 它里面其实有一本说明书啦 你可以去买那个油票了 它里面有一些说明啦 关于这个牛的品种的一个说明 其实每次首日风买到就有了的 只是我每次没有highlight这个里面的这个说明书 这个是我在online Compost Malaysia买的这个minature sheet 我在那个槟城的邮政局的时候 我没有买这么多 所以我回来了 我改变主意 我再去online 再去order多5个minature sheet回来 然后呢 我很confirm讲这里面是minature sheet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买5setminature sheet 我买了5set过来 它跟我分开打包 这样寄过来 所以这5个里面是minature sheet来的 它用到这样大的envelope 而且它又寄到5个过来 如果我买100个minature sheet的话 它是不是要寄100个这样的信封来 然后里面全部是同样的packing 为什么他们不要5张放在一个envelope 里面就寄过来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嗯 OK 我的影片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星期再分享别的影片 你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你们想看什么样的video 在下面comment告诉我 你们想看什么video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OK 讲完了 收工 It's a wrap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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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好像没有录到 蛤